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七零后童年的原子小金刚阿蓬木小飞侠 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迥异 不过 二十年前 我还看过他三部更震撼的作品 一是 怪衣黑杰克 这部鼎鼎大名 从手肿至宠自己的本行切入 从千奇百怪的一案带出强烈至黑暗的社会批判 仿佛是鲁迅先生一人与一心的抉择的漫画版本 二是三 各阿道夫 开启架空历史模式 给不可改变的历史一个平行宇宙 但最后留下的是更强烈的虚无 他的未完成史诗级作品 《火之鸟》与之不无关系 三个阿道夫 《火之鸟》这都比不上棋子 这是一部托斯托耶托斯基式的作品 也能与早期的《大江剑三郎》连结起来 若女其子在遭受一个乱伦家族各个男性禁锢 与自己的哥哥也发生了乱伦式的感情 在战后日本挣扎求存的黑色故事 这部漫画一方面抨击男权社会的无耻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对情欲的描写几乎不设限 不只是图像描绘上 更强烈的禁忌挑战体现在意识上 据说还有一本更惊世骇俗的MW 男童性恋三角恋虐恋和杀人狂攻也一如 可惜未得一毒 其子其实表面可爱的三眼神童 就带有这种性欲暗示了狂暴 这部曾经在手肿之虫中 万七事业低谷 拯救了他的畅销少年漫画 实际上有很多青年漫画的要素 三眼神童每次觉醒后 呈现的好色 自大 主宰欲 似乎是在释放着隐藏极身的那个手肿 三眼神童而著名的铁壁阿童木 铁腕 三十多年过去 留给我最深刻的两段记忆 一是阿童木跳水自杀之七晚决绝 后来看到阿希莫夫机器人三大定律里面 有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更是感到莫大的悲哀 二是一身紧身女特务装扮的反派女爵 是一个由哲俊美儿子的性感少妇 最早教会了我什么是坏女人的魅力笑 而这个母亲角色 一如首种很多漫画里的母亲 有着她恋母情节的欲望投射 早在她会画所谓红皮漫画 即印刷粗糙的少儿漫画时 她就不计会性或者其他禁忌 首种志崇研究专家逐内指出 她曾中情的怪诞的题材 魅惑的性 否定新闻民观 世界末日 悲剧性结局 与战败不久的维米气氛和朝鲜战争 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代氛围不无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敏感 使其成为大师 首种志崇是野心庞大的 因此可以推向她平时在创作主流简单 甚至儿童像的漫画时 承受多大的压抑和分裂 某种自我批评 来自她的自传是漫画漫画少年传 当画到她成立重制作公司的时候 漫画师也鼎盛 动画师也开拓 孩子出生等等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她 受到漫画之神嘲弄和激励 最后一幕是她喝醉了幻想 与自己创造的人物 在夜街上同行 充满自怜之心 漫画少年传回忆录里说 每月的5到20日是她的赶稿期 很多编辑索性睡在她的工作室催稿 她每天只能睡2到3小时 年轻的时候 她已经有过不堪压力的自杀行为 有一次 我因故瞒着大家跑去九州 结果追过来的两三位编辑非常非常生气 对我大骂了一顿 结果隔天 我拖着彻夜里年的皮内身体 爬上了阿苏山 在暴风雪下 快要发生山难的千军一发之际 有位编辑赶忙过来 把我救了出去 手种智虫作品吞下地球 不过这也是偶一松懈而已 身为工作狂以及好胜者的手种智虫 一直以和同时代漫画界的表表者竞争为乐 作为自愈的人间昆虫剂里 像母螳螂一样吸取别人才华 而壮大的十村十之子 也是五十岁身负盛名压力的手种智虫的一次释放 他熟悉现代医学 知道自己身上有着黑暗一面 所以用创作进行治疗 火之鸟则是他在正面战场的一次野心战役 手种智虫在未重新连载 他而创办的COM漫画杂志的发刊语中 就把矛头直指漫画家们被迫在刻苦的商业主义面前屈服 追从 妥协这一现状 COM成为有才华的漫画家的一个庇护所 还有他与另一本成员向漫画杂志Gero的竞争 不但是一段佳话 从中更体现出成熟期的手种智虫与剧画风格的相爱相杀 火之鸟剧画与漫画之不同 在于前者更现实主义的理念与画风 虽然也带有超现实主义想象 但更为实验性 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剧画曾大行其道 被评论家视为比漫画更严肃的漫画 手种智虫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感到了剧画的压力 所以COM时期的手种智虫 以及其他同仁如十分张太郎 松本灵士 时尚聊衣 珍惜手等 画风和题材等都或多或少有剧画的影响在 手种智虫在回忆录 我是漫画家里说 连他的助手都成了剧画迷 他焦虑的从二楼楼梯跌了下来 最终要去精神科抗病 手种智虫作品 阿波罗之歌 手种智虫中后期的严肃漫画 倾向于展示人类的渔形 这点与现实主义的Garrow画家们是相符的 但对世界是否抱有希望 则与后者不一 作为医学博士出身 手种智虫对科学的信任和怀疑兼有 而对人性欲望的理解更多一份洞察 另一方面他还不得不受制于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动漫王国里面 深受少儿读者极佳 常欢迎的正向价值观 也使得他始终没有在更前卫的方向走更远 阿波罗之歌 但从COM和Garrow分庭抗理的一刻起 日本漫画的面貌开始变得更复杂与深邃了 手种智虫这一边 首先是他的几个助手 把他隐秘的梦发扬光大 除了腾子、F、不二雄和腾子不二雄A 始终终于上而漫画 十三章太郎当然是第一个出走的 在COM时期 十三章太郎发表的郡 就把实验电影感推到极致 曾招惹手种智虫的极度 在给读者回信中加以诋毁 谁知这位读者 竟转告十三章太郎 最后以手种亲自拜访 十三章家赔罪道歉告终 这段插曲 也看出手种智虫的性格 他好胜、好斗、敏感 但最终还是会顾全大局 腾子、F、不二雄和腾子不 二雄A的多辣A梦 就我的口味而言 手种智虫的助手出来的漫画家中 版口上是最杰出的 他曾经担任铁壁阿童木的原画 也曾与手种智虫发生冲突 最后却被评论界视为手种智虫真正传人 虽然传世代表作只有十之花 B.I.O.N.一修 但这三部作品分别在手种智虫擅长的历史 神秘学和名人传三个维度都推得更深 可以说十之花是一部更波澜壮阔的三个阿道夫 B.I.O.N.是更现代感的火之鸟 一修则是一部入师的佛陀 且餐物更深 版口上作品一修 他的助手出身的还有完全成人漫画画的四泽五一 另外是种不二夫 水眼英子 恒山光辉 松本灵士 永景豪 陈四嘉玉 安达冲 鸟山灵 大友克阳 焦磊旺都 朱星大二郎 普泽植树等漫画家 都承认受他影响 这些也都是具有强烈个性的漫画家 他们组成了日本漫画的黄金时代 焦为旺都波族传奇 安达冲短片作品集 而那边乡 Carroll代表的是非主流的 更重视心理刻画与表现手法 而不是画面的美轮美奂和角色的英雄主义 这样的一面 未免被手种智虫一脉的光芒所遮掩了 虽然在漫画研究者或者资深日本漫画迷新墓中 诸如白土三平 陈思陈思佳佑 水木帽 林静一 一春 这只一春 这些名字 思 毫不比手种智虫 他们逊色 水木帽作品 妖怪大全讲述他们 需要另一篇文章 这里我只想强调 其实他们在某种程度 拯救了手种智虫模式下 走向庸俗的日本漫画业 众所周知 手种智虫在动画与漫画制作上都是革新者 奠定了目前日本动画的基本生产模式 比如说动画 他把每秒的绘画帧数 由比诗尼的24格 硬是压缩成8格 并且是用大量重复动作 中特写等来填充 本来要仔细绘画的画面 这样一来提高了日本动画的制作效率 但另一方面动画质量大大对水 而由此而来的是动画剧集 密度增加 作画师反而更劳累 动画业基层变成血汗工厂 重制作所就有人过劳死 手种本人60岁病逝 也和过劳有关系 手种志虫作品大都会儿漫画方面 助手制度以及近乎流水线的生产漫画方式 据手种志虫的一个专属助理是川博维艺 在担任助理的两年时间 他平均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漫画家与编辑合作 捉摸读者口味加以配合 迁就杂志随销量 封山故事等等 这些过分商业化的举措 也不能说没有手种志虫的推动在其中 手种志虫作品 狼人传说 但真正的独立漫画家 因为个性的偏执也好 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也好 所幸是因为没有被商业利用的价值也好 他们不可能加入手种式的生产线 他们强调工匠一般的手工业制作 艺术家一般的布 跟从风潮 使得日本漫画始终保持了一些异柄 就是这些狂乱 或者颓废 或者虚无的所谓负能量漫画 成为漫画文化继续滋长的另一种土壤 手种志虫作品佛陀 其实 这只一春处理战后题材的名作罗玄士 其含蓄不像Garrow战后题材名家陈四佳佑 更接近手种志虫在其子所为 但更进一步使用梦境和潜意识的失信叙事 这是不是也表明 手种志虫的真正独步之处 是通过形形色色欺人意识来映射一个时代的精神 在他作品上有一股苍茫的底色 是那一代战后作家的共同之处 这只一春作品 罗玄士说到底 通过COM做最后板击的手种志虫 还有重制作公司破产后重新运作的小规模动画公司 新手种PRODUCTION 制作的不少精美的实验动画短片 都是手种志虫的自我救赎吧 可惜的是他年纪六十就死于胃癌的扩散 尝试英雄类沾金 手种志虫是前三个月 他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国 去担任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影展的评审 我想除了因为他间约的美德 还因为上海是影响手种选择动漫生涯的动画电影 铁扇公主的产地 在生命的尽头回到自己的起点 这是非常火之鸟的行为 愿先生涅槃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廖伟堂的春展 多数人因铁壁阿童木认识手种志虫 因此常会陷入为主 以为他擅长创作简单及儿童像的作品 殊不知 作为一代战后作家 他的作品也是时代的影射 作为一位革新者 他或许有功有功 但不可否认 他对动漫的贡献 动漫之神 当之无愧 后台回复手种志虫 了解他的创作秘密 涅槃 对方的失败